两岸新闻焦点 焦点时事探索 两岸互动交流 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ing 大家好 我是宛如 在这一期节目我们想带着大家来参观一个展览 因为疫情的因素 我想说其实在台湾很多的实体活动 在2021年都改成一个线上 所以在线上展出 好像慢慢的在后疫情时代已经变成我们的日常了 但是我想今天的这个展览 它更特别的地方是 它用一个很有意思的数位平台 带着大家一起来回顾我们的2021年 马上就要过年了 对华人来说 旧历年的一个新年才要开始 即将要开始 那你怎么样来回顾过去的2021 还有在2021这个整个年度当中的一些重要的热门新闻呢 好 那在这一集节目呢 我们就会大家访问到的是永续回顾时光机的策展人陈婷瑜 婷瑜你好 想先请教一下 因为天下就是实体的杂志 但是你现在所隶属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部门 负责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呢 我觉得今天一开始让大家了解一下 其实台湾的媒体也是不断的在转型当中的 对啊 就是我现在隶属的是 就是天下里面的一个部门叫做未来事业部 那我们这个部门呢 其实蛮主要是在做数位 透过数位的形式将媒体的新闻内容 无讯传递给各位观众 因为就是像我们可以知道是疫情的影响之外 之下呢 因为像是我们的生活或是经济啊 很多事物都渐渐的转移到网路上 那天下就是其实是在2017年左右 接下来天下的这个频道就串理了 然后就是主要透过数位的角度去传咨询 所以就不再是局限于纸本上了 而是要生于这个数位的平台 网路的平台 所以也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啊 就是说如果你想看到一些好文章 一个形态已经是越来越多元了 丁于这一次你的策展的主题 永续回顾时光机啊 它主要是在Gather Town的这个平台做一个展场嘛 所以先聊聊这个展场的一个发想 为什么会选择Gather Town呢 或者是说你们一开始的起心动念是什么 Gather Town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算是一个虚拟的空间 那它是可以在里面打造出 比如说是讨论室啊 会议室啊 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 有点类似虚拟的办公室 那其实这个虚拟办公室的这个软体平台呢 是我们之前我们自己团队去年在Gather Town的时候 我们就有自己使用过 然后我们觉得这种互动性呢 是在我们没有办法有实体的互动之下呢 能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虚拟互动 增加以及连接我们之间的关系 你这样一讲让我想到就是去年的五月过后 台湾三级警戒嘛 在因为疫情比较多的公司行号 就是无法实体上班了 那就越来越多人使用着Gather Town来开会 持续的就如同实体办公室一样 那很多的同事还可以在里面做互动 然后就会觉得说 其实一个人居家上班也不是那么无聊 就比较没有那么孤单 永续回顾时光机这个展场里面啊 就是它的内容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 所以婷芸你也聊一聊吧 就是这个设计怎么样开始的 就是里面要有些什么内容什么料 首先我们已经到时光机后 要先带领大家的是 怎么样在这个时光机上移动 甚至是怎么样在这个时光机里面做互动 那我们互动内容呢 其实我们这一次 主要是就是用特展的方式嘛 所以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小展摊 依照各个的永续大事 或是我们的永续活动呢 都做了小展摊 那展摊里面呢 其实会可以互动 就可以带领大家回顾的是 不论是那时候发生的一些 什么样子的时事 或是我们可以看一些精彩的影音 或是相片 然后主要就是想要借由这样子的 一个算是能够让民众 用比较是主动性的方式去看去年的一些永续大事情 然后并且能够做互动 就不用再受到距离 或是因为去年没有参加过 所以就不了解 然后他们都可以直接透过这个永续回顾时光机中 慢慢的去摸索自己有兴趣的永续事物 所以你刚刚也提到这个很大的特色是一个互动 因为平常我们在网路上搜寻看文章 它就是一个很单向的 就是我收到什么我就点进去看 所以那个互动在Gater Town里面你们是怎么做的 Gater Town里面的互动啊 我们主要是会先用一个算是视觉抗动呢 抗动的中文要怎么解释 看板呢 对看板 我们会用一个大看板 然后让只要经过的人 他就会看到说原来去年 比如说去年的十大日文文章是哪些 然后他看到他非常有兴趣 他就走进这个展厅 他走进这个展厅之后呢 就可以点击里面的互动按钮 那就会帮他跳转到 比如说就是我们收集十大热门文章的一个地方的网站 去做一个串接的动作 我自己也实际进去之后 我就发现他有点像是我们在走那种博物馆的概念 博物馆是一间一间的展区嘛 那我们要不要走进去呢 好像我们到了门口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简单的标题介绍 然后你再决定你对这个展区有没有兴趣 如果有兴趣 当然实体的话我们就会走进去看 这是实体 但是现在疫情之下 其实大家还是保持距离安全了 所以网路上一样可以走进去 一样可以看得到 对啊 因为就是我们虽然实体 我们现在都是要保持社交距离 可是其实并不是要我们脱离这种社交关系 对 然后我们就是希望透过这个 这个特展 然后就有很多的小展厅 然后可以强化我们的这个社交关系 透过网路 定于刚也谈到说其实展场的内容 我想接下来我们在下一个阶段要好好的来谈一谈了 就是到底有什么样的主题 还有2021年度的热门文章呢 这都是SIRS在天下还有未来城市 这两个频道当中的一个读者严选 就是大家点阅率最高最关注的一些文章 所以下一个阶段 我们再回到今天的两岸NG 带着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有哪一些是网友所关注的话题 大家好 我是父亲亲医师 根据疫苗安全性监测资料显示 接种BNT疫苗后 曾出现极罕见的心肌炎和心包膜炎病例 提醒大家 接种疫苗后28天内 请持续观察自我健康状况 如出现胸闷 胸痛 心剂 呼吸急促 运动耐受不良 昏厥 晕厥等症状 请立即就医 由政府请安心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与疾观署提供 有人形容2020年是台湾的Podcast元年 使用手机可随时随地收听的形式 滋养了听觉 丰富了视野 而你也加入了Podcast的行列了吗 央广新闻部制播的众多精彩节目 陆续在各大Podcast平台上架 包括早安台湾 两岸NG 这样看中国张正林时间 蔡明芳时间 还有这样看香港 舍之浅的残忽 像跟你聊聊天 以及港式大牌档节目 通通随点随听 欢迎透过Sounddown声浪平台 搜寻央广节目名称 就可以收听到精彩的央广新闻节目 快拿起手机 让我们在Podcast平台相见 继续回到两岸NG节目 我是宛如 在这一集我们访问到的是天下最近所办的一个线上展览 永续回顾时光机展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策展人陈婷渝 好 婷渝 我们来进入正题 到底在这一次的展区里面 你们大概做了哪些主题性的规划呢 这一次呢 策展人的主题 脉络呢 其实两个频道 就是CSRI天下跟未来城市 在去年 不论是我们主导的一些议题 像是一些永续大事 比如说去年刚结束的第26年联合国气候峰会 COP26呢 我们当时就有特派记者 宇如 然后他就是有直接飞往格拉斯哥 就是收集第一手的资讯以及照片 或是像是我们去年刚结束的是U20国际青年论坛 那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去年的一些活动亮点 然后我们就想要再一次跟大家recap 然后重新分享 以及如果错过的人 他们就可以透过这一条时光旅程再去接触 我们其实是用一个 就是SDGs的那个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作为这一整个展区的一个方向 因为像是举例来说 左边的展示的话 就是我们有智慧医疗 那智慧医疗其实也是对于现在 未来的发展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外来程式这个频道呢 其实主要是在帮助的是智慧程式啊 科技应用 然后就是希望能够永续的程式治理 那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就是像是SEG3的这一项目标呢 都是主要是要促进各年一层的健康生活跟福祉 所以智慧医疗呢 这一个项目就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未来趋势 然后获释呢 也收纳的是去年的一些疫苗接种的一些大事迹 所以总品它就是包含在一个SDGs 去发展的17项目标里面做一个小小的分类跟解释 说到这个疫苗大事迹啊 我真的是台湾不管是此时此刻啦 我们要加强第三剂的疫苗追加 那更何况是去年疫情风险在五月中升高的时候 疫苗在当时你会觉得因为台湾是不够的 你很难想象说我们是怎么走过来这个2021年 所以就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永续回顾时光机 我们一起从去年年底一直走走走走走 然后走到去年年初 像是疫苗大事迹 疫苗我们去年开始接种的时候 大约是去年五月的时候开始开放一般民众施打 五月的时候我们其实同时右边 CSR天下我们那时候也在进行的是为淡水合作一件事的行动创意 所以这个特长其实算是有一点不以时间轴的方式 带大家进入这个回顾时光隧道 为淡水合作一件事 这也是CSR在去年度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之一 所以它是按照着时间轴大家可以依序的逛下来 不过说实在的疫情之下实体的活动为淡水合作一件事 好像蛮困难的 就是去年的上半年或许还是可以的 但是下半年是整个就是大转弯了 对对对 所以去年的就是为淡水合的行动创意 我们其实也是转为线上的 我们在线上其实有做了一个 像是让大家一起进入水底 然后在水里也是做一个小小的互动 然后河地寻宝啊 这种一个巧策展概念 就是我们也是转移到线上 当时河地怎么寻宝呢 你要不要也帮我们来回顾一下 好啊好啊 去年呢就是我们这一次 有跟一个北一大艺术启动团队合作 透过一个网站 然后带大家点入那个网站之后 你可以就是沉沉沉 人物就会滑到网站的底端 就很像是河地 然后点击一个录音机 那那个录音机就会有 像是剧场的人跟你讲话 然后就会轻易选一个河地的宝物 然后那河地的宝物呢 其实每一个都代表着不同的故事 以及就是河地的一个 像是广播主持人 对那河地的广播主持人 就会诉说着河地 那时候发生的污染 或是他现在面临到的情境 然后会给你一个河地的宝物 可是河地有什么宝物呢 河地的宝物很多像是 塑胶带啊 然后尼龙啊 带奥星 就是这些污染源 我们把它擬人化 然后当然变成是 一个比较成型式的体验 就像是我进入到了河地 那我看到了这个塑胶带 那塑胶带会跟我讲什么 好 这个宝物听起来一点都不是宝物 因为你刚刚这样讲 想说这个河地可以寻宝 好像是那个沉船 就是那种探险性的电影里面 你可以看到的 我们在沉船下面 可以看到很多的珠宝盒 可是没有 我们台湾的河川里面 却是你刚说的塑胶带啊 保力龙啊 这种让人不喜欢的宝物 但河川说实在 他们不会说话嘛 其实我们就透过一个书写的方式 特别是互动的方式 让这些河川说出他们心底的话 我记得去年的时候 我跟CSR的连线 其实也介绍过一件事情 就是台北 就是新北市的板桥 有一个黑龙江 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我们这个 在台北会有中国的黑龙江呢 还真的 因为在当地 这条河受到了重大的污染 所以在地有一度 就把这条溪流 细称为黑龙江 这真的是让人觉得很难过的事情 对啊 而且因为去年的降水量非常的少 所以其实也 但是间接地影响了 河川他们污染程度 就是提高了河川的污染程度 也随便少了 不过这个污染的源头 其实也是大家要很注意的事情 就是我们要在源头 能够把它降低污染源做起 再来就是说 如果我们来看去年的一些 CSR在天下的十大热门文章 因为像你们策展的时候 也特别标示了出来 哪几篇文章 是大家关注度最高的 像你刚刚有谈到一个名词 叫做SDGS 所以这些几个关键字 看起来都是英文上的缩写 但是却影响到我们人类的大未来 对不对 没错没错 所以不论是企业 或是我们自己个人 这其实就是永续理念的一个必修学分 就是必须先要知道说 这些名词的英文缩写 或是英文原成熟 然后我们再一起去了解说 那里面我们可以做的是什么 像是刚刚提到的那个SDGS 就是2015年的时候联合国就有宣布了一个 2080永续发展目标 那其实这里面就是有包含 像是消除贫穷 变化社会不平等 或是减化气候变迁 跟促进性别品权等等 17项重要的指标 那就是引领或是指引着 全球一起共同努力 然后迈向永续这样 好这是一个联合国所制定的永续目标 那CSR呢 其实这也是你们这个频道的名称 当然每个月有一次跟CSR的连线 我们再来总复习一下 到底什么是CSR 就是企业社会责任对不对 对对对 企业社会责任 它其实就是英文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简称 就是取CSR 那这个其实就是呢 我们应该企业就是要取资社会 用资社会嘛 所以其实不光只是要赚钱 还要对社会 对环境都有一些 有需发展的一些贡献 所以不是只是在赚钱 但是大家也觉得说 那CSR感觉现在是一个英文的缩写 好像就是洋人的玩意儿 但其实不是了 我点进去看这一篇文章才发现 其实我们在中国传统就叫儒商 儒家的儒儒商 那西方就是称作企业慈善家 所以在CSR这个名词出现之前 企业除了自己的营运之外 回馈社会的做法跟想法 其实早就已经是存在了 对啊 而且近期就是上次CSR有在重新被定义 就是企业应该要兼顾的 不只是创造利益 还会扩大到比如说是员工 然后或是一些消费者 然后再扩大到社区 然后国家 然后以及环境 我们要进入到下一个名词 就是也给大家回顾一下 ESG它又是什么呢 ESG它也是一个英文的所写 它其实是environment 然后social跟governance 对 然后它也是取前三个英文字 才能让大家比较好去记忆 那就是环境跟社会和公司距离 对 它这个又是更重要的是 企业他们要怎么样去执行 ESG它其实比较算是一个原则 然后CSR算是一个大方向 是一个概念 虽然这篇文章我们看一下 是2019年所发布的文章 但是在2021年 依然成为大家点阅率最高的文章之一 就是什么是企业社会责任 其实还是很多人想要进一步的了解 再来呢 CSR在天下的其他 你觉得比较值得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 热门文章会是什么呢 我想谈谈就是 稍早之前也有提到的是 有关于去年在春季的时候 就是差不多三四月把台湾 北台湾有面临到的一波大缺水 对 对就是降雨是创造57年来的新兵 嗯 那这个缺水的疫情呢 其实也是在CSR频道里面 我们非常关注的 除了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行动创意 是为大学做一件事嘛 那其实水污染或是水资源的管理 都是跟我们日常生活最贴近的事情 举例来说 就是像是一个缺水的危机 变成了海淡厂的转机 那我们就是透过去访问新竹南辽的 一个移动式的海水淡化机组 然后去了解说水利鼠 它们是怎么样部署 然后超前去化解 这样子的严重的缺水危机 探讨说那海淡厂 它的关键技术是什么 然后怎么样可以解决这个缺水危机 好就是危机 好像有时候也是一种转机 也会让我们去思考 怎么样去应对 现在当下所面临到的困难 嗯 我在这个CSR在天下的十大新闻里面 其实看到第三大 就觉得好有趣哦 就是大家点阅率很高 其实我都好想你点进去看一下 它的标题就是 台湾妈妈研发险湿布尿布 获得专利 一件可穿三年 方便省钱又减费 好这个 有的时候我们刚刚 像我们刚刚在谈啊 都比较是属于一个宏观的视角来看 这整个气候的变迁 然后永续的发展 但是 其实一个关心环保的妈妈 她也可以在她自己的份内 做一些事情 所以这个 嗯 婷芸你要稍微分享一下这一篇吗 好啊好啊 这篇真的也是我们非常热门的文章 嗯 就是她主要讲传递的概念 其实就是让减速的生活 不但是非常难的事情 然后 我们透过 像是妈妈这个一般 家庭的这个角色 她就能够透过她这样子的努力 来达到减速的生活 那这个没有不能就是非常特别 嗯 她是能够 嗯 直接用洗衣机 就是可以去清洗 然后甚至是 她可以从这个布的尿布的外观 就可以看到 嗯 宝宝的 尿的量 嗯 就是她可以了解到宝宝 那个尿布湿的程度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对 就是小朋友常常可能很容易 会有异味性的皮肤炎 像这样子其实能够 即时的做更换 然后即时的清洗 也能够 一方面是对宝宝更好 然后另外方面也是能够大幅的降低垃圾的生成 对 就是降低垃圾很重要 因为里面的文章说 一个小孩 听众朋友你知道吗 他从出生到三岁 需要超过八千片的止尿布 八千 好吧 对 这个登起来的垃圾量是蛮庞大的 那再来就是 对新手爸妈来说 尿布 她的这个研发 还有一个显湿功能 就听起来用听的觉得很奇怪 什么叫显湿功能 就是尿布湿了该换了 其实从她的外观 我就可以知道 所以也不会浪费 就不会说 也不会担心 说你宝宝是不是已经尿很多了 我还没换 不用担心 这些事情 透过这样子简单的研发 简单的一个创意 都可以解决的 对啊 它就会像 它就是一个仙女棒的概念 仙女棒的一个造型呈现 然后就会有一个刻度 对 可以让爸爸妈妈在外观 就可以知道里面的使用状况 让宝宝用的舒适 而且也很省钱 也可以这样地球的垃圾 大量的降低 这是我们一般人 或许是可以做的 那最后一个阶段我们来谈 那未来城市的热门文章呢 Top10里面 其实我看到蛮多 大家都很关心的是疫苗的问题 因为我们刚刚也提到了 台湾的疫苗 从去年的5月 有整个在展览当中 也做了一个回顾 但大家最开始担心的一个话题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就是大家都很想知道 我打了这个疫苗 它的副作用是什么 它会怎么样 因为台湾是比较晚一点 大家才开始打嘛 那但是在西方国家 他们早就已经开始打了 所以都可以当成我们的一个什么 前端的实行者嘛 所以有一篇文章 就是说 英国6600万人最新实测报告 这篇文章是未来城市里面 Top10里面最热门的文章了 对 就是这篇的文章呢 主要就是我们帮大家整理说 那哪个疫苗啊 或是哪个药物 其实都有可能会有副作用 那这些副作用跟疾病的防御之间 我们要怎么样去维持平衡 然后去进步的找到说 属于自己是何的 在去年刚打疫苗 有人可以第一波 很早就打疫苗了 然后就会也同步在社群平台上 告诉大家他打疫苗 如何被卡车碾过的感觉 然后怎么样的那个上冲下息 然后体温升高 真的有时候多一分准备 你在打的时候就不会这么害怕 而且也是现在疫情时代当中 大家真的要必须保护自己 去做的事情 就是赶紧的打疫苗 我们今天在谈这个 时光机的一个回顾策展 请到策展人陈婷瑜 定于那在展览的过程当中 跟听众朋友聊一聊 就说那大家在逛了之后 有没有什么回馈呢 或者是说大家在逛的时候 要什么样的心理准备 第一个呢就是可以邀请大家 是上网搜寻 永续回度时光机 那其实我们就可以先从 刚刚说到的是两个网站的 热门主题跟热门文章里面 先第一步的去了解 然后之后就可以从文章中进到我们的永续 回顾时光机 那我比较欢迎大家是使用电脑 这一个工具来进入我们这个永续时光机 才会比较完整的看到 然后进去之后呢 大家就可以选择自己比较有兴趣的 或是把我们大约有十个小展滩 都好好的认真的去回顾看看 原来去年发现了这些事情 去年发生了那些永续大事 以及在最后其实我们这一次 也有做一个小小的互动留言区 那这个留言区里面 我们常常说到的是 比如说民众认为哪一个目标 或是现在我们最需要关注的社会议题是什么 就是分享自己的一些心得啊 或是生活 哇那所以大家写最需要关注的社会议题是哪一类呢 其实都蛮有很多面向的 像是比如说教育啊 或是也有人提到的是水资源 然后或是当然也有人提到的是疫苗的这种公平性 就是大家都可以在上面自己发想 或是跟其他人互动 永续回顾时光机在网络的平台上的 大家都可以搜寻的到也可以进入来逛一下 我们今天花了一整集时间所说的这个不各种不同的展场 那其实疫情爆发到现在已经超过两年了 人类慢慢在学习我们如何去抗疫抵抗疫情 当然也有另外一个下一个阶段的工作 或许我们会跟病毒共存 那在这个共存的过程中 其实2021年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关键的一年 对台湾来说 因为疫情真正影响到了我们在2021年 所以你怎么样来回顾这个刻骨铭心 但又说是精彩的这个一年呢 欢迎大家可以坐上时光机一起去看一看 我们在今天访问到的是永续回顾时光机的策展人陈婷宇 谢谢婷宇 今天跟我们的分享连线 谢谢 今天节目进行到这 我们明天再继续聊 拜拜